年纪越大 你就要开始 变得越发困难 《处高斯贝》电视今天要采访的是贝克 69演《摇鬼乐队》的主唱 他将为大家介绍乐队的组件 以及掩藏于这名称背后的故事 当然还有演唱会的一些趣事 事实上 这是我们的一位女性朋友取的名字 他本来就有一个叫做69演的乐队 只存在了两周 后来这个名称传给了我们 当时大家深受恐怖电影的影响 而我们的团队也正式选择了这样的主题 这个名称非常适合我们 我们的第一张海报上 就是69只眼睛的怪物 这个名称和角色 本身就来自恐怖电影 当然 解析起来可能会很不一样 在我看来 这很合适 我们仍站在舞台上 已经为此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感觉我们将永远不会离开 我觉得我们是不老的怪物 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的摇滚不会离开 我们的乐队就会像传奇故事里的勇士一般 披风斩浪 华丽摇滚 金属和歌特乐 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但是在我看来 能称得上史诗的歌 也就是我最喜欢的《黑鸟派》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首歌曲 我不知道团队的其他队员是怎么想的 不过这里有相当长的乐器部分 我对这首歌是很满意的 我们还从来没有在现场玩过这首歌 因为安排一支管弦乐队是挺难得的 但是这确实是我最喜欢的歌曲 当然我也喜欢我们的其他歌曲 年纪越大 你一开始就会变得越发困难 但顺势而为还是可行的 最糟糕的时刻 我不记得这一点 需要想一下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开始容易 但是要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很难 我记起来 有一次不能说很有趣 但是确实比较搞笑 是在德国酒吧的一场演出中 我们正在演出 结果有队年轻人 直接就在酒吧里开始做爱 当时我想 可能我们的演出恰逢其实 这就发生在阳台上 所有观众都看见了 令为此纷纷喝彩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时刻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恰逢其实 他们显然 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所以我们的表演恰逢其实 他们在做好的时光 所以我们在做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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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开始组团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打算用真名 只是后来我们开始用69作为姓氏 这个想法我们是从雷蒙斯乐队寄见过来的 就是他们以乐队的名称作为姓氏 乔伊雷蒙斯 马基雷蒙斯 汤米 约翰尼 伊迪雷蒙斯等 这是对团队的一种肯定 游里游西的名字在芬兰很常见 我现在叫贝克 但是我的真名不是这个 蒂莫蒂莫是一个真名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它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吉他手的名字 他真实的名字叫蒂莫 但为什么要叫两边呢 蒂莫蒂莫 因为要他做事 通常需要重复两遍 蒂莫蒂莫 否则他不会有任何反应 一切都以一个笑话开始的 我们常常需要叫他两遍 他才能够听到 蒂莫蒂莫 也因此而得名 蒂莫蒂莫 蒂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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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